HELLO, GOOD MORNING,又是我,营养师Dino 今天要跟你们在这次见面做这个十八股粮十八肘营养美味DIY 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是没有搅拌器,没有这个电磁炉 所以呢今天我们并不会煮任何东西 可是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叫做能量隔夜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需要的成分有什么呢? 就是十八股粮,我们需要就是30克左右 然后这边是有机的燕麦 这个优格鲁,还有这个有机的黑糖蜜 还有就是酸奶一杯 白色的是属于椰子 绿色的是属于奇遇果 南卡,菠萝蜜,蔓越莓,黑色的葡萄干 首先呢燕麦呢,掉了热水过后我们就搅拌它 接下来我们用这一个十八股粮 大概倒个四汤匙 然后加一点水 稍微搅拌一下 就像米糊的那种感觉 那要来做什么呢? 隔夜粥其实很简单 就是需要你呢,能够让现在你所泡的这个米糊去过夜 怎么过夜呢?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我说的一个容器 一个玻璃容器 可以把这些米糊都倒进去 第一层我们先用十八股粮,就先放在瓶子里面 把它压在最下面的一层 好,第一层的十八股粮已经倒进去了 现在我们就把燕麦撒在第二层 第三层呢,我们就放奇异果 铺了奇异果过后,我们可以先铺 菠萝蜜 接下来呢,就是白色的椰子肉 有低的黑糖 优格乳 葡萄干 最后才把蔓越莓撒在最上面 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上呢 其实就已经算是完成了一半 好,隔夜粥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其实啊,昨天晚上我已经做好了一道隔夜粥 就今天算是完成了 所以也请大家看一下完成品的隔夜粥 我们就直接把水果拿一些出来 OK,所以你现在已经挖到了燕麦的部分 那我们再往下一层挖呢 我们就挖到这个粉红色的十八骨粮 那你觉得够了呢 你就先把盖子盖上 可以再放在冰箱里面 这样子最多可以保存两天 然后要喝的时候呢 要吃的时候呢 因为它本身是浓稠的骨粮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酸奶 或者是有机豆奶 再重新跟它化一下 所以隔夜粥竟然可以用十八骨粮做出来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把这样营养美味的隔夜粥做出来了 下一期我们再一起来研究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十八骨粮做出来的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吃啰